画到第二十块瓦片了 我有个朋友说过一句话 他说 其实有的时候 时间会告诉人们真相 可能你看到的 只是一个片面 在某个时间点 你看到的可能是某个观点 和角度 但随着时间推移 你可能 可以看得到整个面貌 所以啊 不要着急 再等等 也千万不要 妄下定论 眼睛看到的 不是真相 耳朵听见的 也不是事实 有很多人 努力去实现心中的梦想 甚至付出全部 而另外一些人 只需要轻轻一挥手 写下一些荒诞的故事 就可以让他一无所有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有的人在挣扎 有的人头破血流 有的人仗势欺人 有的人 则哈哈大笑 殊不知 他们眼中的 虚弱和贪婪 就像外婆家的堆肥一样 怎么也盖不住丑慧 新的季节已经来了 让秋风 吹走一切无悔吧 我会在你的心里 念 你的心里